如何用一发RPG打出原子弹的效果 其实很简单 摆一个汽油桶就可以 今天要测试的两款火箭桶 一款是保加利亚生产的公牛刺 是在RPG22的基础上改进的 能发射威力巨大的温压弹 另一款是苏联生产的RPOA式火箭桶 同样也能发射温压弹 那么这两款哪款更强呢 测试目标是三个大铁桶 最中间的这个是汽油 边上两桶是水 直接用火箭桶设计中间的汽油桶 看看会发生什么 首先用苏联的RPO 这款火箭桶配用光学瞄准 面对这种高难度测试 能一次性打准吗 说实话准度还是可以的 通过慢镜头能很清楚的看到 炮弹飞过前面的铁桶后 准确的击中了中间的汽油桶 汽油桶爆炸才能产生如此壮观的爆炸场面 感觉炸出了蘑菇云 指挥官也是被这个爆炸场面吓到了 测试过那么多重武器 从来没有比火箭桶打汽油桶更震撼的 吓得躲在土坡后半天不赶出来 尤其是这块大碎片 直冲冲的朝着它飞过来 这要不躲着点 头就被削掉了 铁桶这还弥漫着爆炸后的味道 周围的地面还有温度 现场还有小火苗 中间的汽油桶已经消失了 边上的两个水桶倒是还在 不过已经伤痕累累 看来在剧烈的爆炸下 水桶可能才是救命的掩体 接下来给水桶灌满水 再找来一名志愿者 用保加利亚的公牛刺射击 看看水桶会不会保住志愿者的性命 再来一名志愿者 温压弹的威力果然很强 隔这么远都能感受到它恐怖的破坏力 神奇的是 这次爆炸并没有让志愿者受到伤害 只是成了两节 三个铁桶也完好无损 因为炮弹击中了后面的位置 第一个铁桶能看到明显的变形 这是因为炮弹蹭到了这个位置 重新调整一下铁桶的位置 把志愿者放在铁桶后面 一桶汽油和四桶水 看看用公牛刺射击会是什么场面 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 让刚刚射完的指挥官扔掉火箭筒 直接握倒 更可怕的是 一个神秘的铁疙瘩飞到了他们身边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能赶紧开溜 一直等到现场爆炸的火焰小下来 他们才敢慢慢靠近 可走到跟前才发现 还有东西在燃烧 瞎得摄影师呆在原地 摇晃摄像头表示他不敢靠近 能让战斗民族感到害怕的 恐怕也只有温鸭蛋了 现场的情况一团糟 倒下的铁桶全是窟窿 估计人要在现场的话 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这个威力别再说徒手机RPG了 除了志愿者的一条腿外 现场再没发现志愿者的踪迹 估计是回家吃饭去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铁桶 还是冒着火焰 把它踢开后 这个就是温鸭蛋的威力 不管是保加利亚的公牛刺 还是苏联的RPO 威力都强到可怕 不过作为俄罗斯人的指挥官 他更加倾向于俄罗斯的武器 更实用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